你好,我是莉莉,今天是2021年的10月4号,今天跟大家聊一聊,中共是有计划,有阴谋的停电来打垮美国,还是借力打力,顺势搞垮美国呢? 在2020年,排名全球发电量第一的中国,发电量7.1万多亿千瓦时,差不多是排在中国后面的三个用电大国,美国4.5亿千瓦时,印度1.6万亿千瓦时,俄罗斯1.1万亿千瓦时发电量的总和,这么巨大的发电量,怎么就不够用了呢? 现在为什么到处拉闸限电?有的工厂停6开1,有的工厂停5开2,而且都是在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地区呢? 一份网上流传的国家发改委,2021年上半年各地区能耗双控目标完成情况,晴雨表显示,在能耗强度降低方面, 青海、宁夏、广西、广东、福建、新疆、云南、陕西、江苏9个省区,上半年能耗强度,不降反升,被列为红色的一级预警。 在能源消费总量控制方面,青海、宁夏、广西、广东、福建、云南、江苏、湖北八省,被列为红色的一级预警。 这些省份被要求实施双降的拉闸限电措施。 原本不在国家发改委要求采取双降测试名单的地区,这几天也陆续被迫采取拉闸限电措施。 原因写得清清楚楚,就是由于煤电价格居高不下,导致发电厂出力下降。 由于煤炭价格上涨,发电厂亏损,某些地区停电,这是事实。 但说中国就缺电到了这个程度,广东一些工厂停六天,我就觉得这个操作有猫腻了。 而且很多停电地区,是珠三角、长三角、中国出口加工企业最多的地区。 若是真缺电,可以多停一下西北、西南这些工业,比较少的地区呀。 为什么不让长三角、珠三角少停点呢? 所以我认为缺电是事实,但借机打垮美国的经济也是事实,中共这是借力打力。 原没想到这点,但既然缺电,需要停产,停产可以要挟西方国家,尤其是美国。 那就顺势多停电吧。 一直强调,中国控制了世界百分之八九十的中低商品的产业,现在海运费涨价,原材料又涨价。 原本工厂整天开工,就没什么利润,都在拼命地干,把廉价的商品输入到美国,压低他们的通胀。 这不是干傻事吗?索性以限电为名,少生产,让你西方缺少低廉的日常生活用品,你获着大通胀,或者过来求我中共,那是我中共就可以提条件了。 若不你西方由于大通胀,老百姓会上街闹事,社会会不稳定。 习近平绝对是那种为了把对方打垮,能杀敌一千,自损一万的主。 反正他有特供,损失的又不是他,他要的就是做世界老大,就像当年的老毛,中国人饿死那么多了。 中国不照样支持亚非拉,照样酿造脑胎,毛就是喜欢万国来朝的感觉,现在的习近平也一样。 接下来说一下,习近平上台后,官员的落马朝和自杀或被自杀朝,这几天孙立军,傅政华落马是各大媒体的头条。 但在傅政华落马之前,落马的官员还包括中国政法大学原副校长余志刚,辽宁省政协原副主席李文喜,甘肃省委常委,常务副省长宋亮,原中国国电集团公司党组成员,副总经理谢长军。 贵州省政协原主席王富裕,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张新奇,原中央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唐波,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尹家旭,山西省副省长,省公安厅厅长刘新云,江西省政协副主席肖毅,中央剧委原派驻国家烟草专卖局纪监组组组长,国家烟草专卖局, 原党组成员潘家华,河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甘荣坤,清海省检察院检察长蒙永山,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原书记刘川生,原国家粮食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徐明,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委员执行局局长孟祥,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宋派平,这都是近段时间落马的官员, 仅在2021年,这最近的两三个月,自杀的高官也有五位,他们是 8月27日深夜,中共前财政部部长金仁庆家中阳台起火,消防员28日凌晨将火扑灭,官方通报称,起火点是阳台堆放的书记,燃烧面积为两平方米,金仁庆在阳台被烧成重伤,送院后不治身亡,终年77岁,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,他是自杀自焚 北京时间8月5日,上海电器发布公告称,公司执行董事长总裁黄欧当日不幸离世,有网传消息称,黄欧疑似是跳楼自杀,两个多月前,上海电器财务爆雷,董事长郑建华7月底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 北京时间6月17日,中国哈尔滨工程大学党委常委,副校长张志杰跳楼身亡,该大学官方微博证实了这一消息 中国甘肃省白银市景泰县5月底举办山地马拉松100公里越野赛 但因局部地区天气突变,导致21名选手死亡,事件不断发酵,引发追责之声 就在中共有关部门彻查事件之际,内地传媒6月10日报道 景泰县县委书记李作碧6月9日,于家中跳楼自尽,终年57岁 5月19日,新华社报道,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,副厅长李小秋已自杀身亡,原因不详 澎湃新闻5月12日报道,安徽苏州检察院前副检察长徐孝春在南京跳河自尽 2017年10月,香港人权团体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指 2015年时,副科级以上的官员自杀人数为1500人,2016年增加到1700人 现在这个数字还在上升,官员纷纷选择自我了断,不外乎以下几种原因 一是真的畏罪自杀,犯罪事实被人发现以后,为了逃避审判,一死了之 二是丢车保帅,死了一个,保护一群 同时也为了保护家人财产的安全,两害相权,取其轻,所以选择了自杀 三是真的有抑郁症,官场压力巨大,自己内心又不够强大 逐渐患上了精神疾病,当然还有很多是被抑郁的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,就是被自杀 他的同伙为了怕这个官员泄露更多的机密,就把这个人弄死 然后围装成自杀,前几天推特就有人发视频 一个人的尸体被放在了阳台上,然后被扔下去 这都是知道秘密太多的缘故,现在这样死的比较多 就像不是官员的张首胜,搞量子电脑的那个 后面就有人逼着他跳楼,你说这是自杀还是被自杀呢 所以别看官员整天吃香的,喝辣的,来钱那么容易 但若站错了队伍,那死可是分分钟的事 还不如我们老百姓生活虽然艰难点,但最起码没有性命之忧 好,今天节目就到这了,拜拜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